天空一片雾蒙蒙 车来车往却看不清楚行车颜色 连高大的摩天大楼也只能隐约看到轮廓 越南首都河内色号空气品质指标达191 属于中度污染等级已经接近紫爆 一度成全球空污最严重的大城市 这天空气品质虽不是史上最糟 但已比同时间其他大城都还严重 造成空污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路上大量汽机车排放的废弃 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的报告 河内注册的汽机车数量约800万台 排放的悬浮为例占河内空污三成 另外有三成来自工业排放 河内国际机场二月曾因空污笼罩 导致抵达班机改藏他处 起飞航班则误点严重的雾霾 也让河内卫生当局 建议民众出门戴口罩 减少户外活动 明师兄联心综合报道